這就是我們製作的海藻珍珠 我們希望讓它在地市場上賣的粉圓 因為粉圓是用電盆製作的 所以它的熱量很多 所以吃多人對身體不健康 我們的原料只要是蝶豆花、海帶粉、海藻酸辣、乳酸鈣還有蜂蜜 我們的比例是薑1公升的水 倒入20公克的海帶粉 再倒入適量的功力提升風味 最後再倒入4公克的海藻酸辣 放置果汁機攪拌至濃稠 另外準備1公升的水 放置攪拌台 再加入4公克的乳酸鈣 並行攪拌 這是我們製製的珍珠滴溶器 這是它的潔溶器 我們利用潔溶器來控制水流 來控制珍珠的大小 海藻酸辣 現在將海藻礁 倒入珍珠滴溶器裡 利用潔溶器來控制珍珠的大小 海藻礁 海藻酸辣跟乳酸鈣接觸之後 會在表面產生凝膠作用 使它定型 讓它具有彈性 使它口感更好 第二階段 珍珠要浸泡15分鐘以上才可以撈起 它才會定型 第二階段是我們要煮蝶豆花茶 蝶豆花它具有很強的抗氧化功能 它泡出來的茶會形成藍色 是我們的特色之一 我們每公升用3片以上的蝶豆花茶葉 開口的組織是沸騰 沸騰之後 放置陰陽處冷卻 冷卻之間 我們將 泡至15分鐘以上的珍珠撈起 備用 將備用的珍珠倒入 背幾內 將 將 將冷卻好的 蝶豆花茶 倒入背內 即可放入滋透 風口機裡面鬆軟 這是我們的成品 海藻珍珠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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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log